今天是国中教育会考的第一天 而今年全国是有21万多名考生应考 而今年的主科国文呢 文言文文的篇幅比起去年来得还要少 不过还是有考生觉得 其实白话文也不太好作答 题目得多看几次 这一部解题分析说 今年题目是比较灵活的 学生不仅要会背书 还要能融会贯通 而数学的部分呢 也是以情境为导向 测验学生面对日常生活的能力是否足够 另外还有写作测验题目呢 则是轻盈共居 以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为题材 政府推动青年跟 引法族长者共居的计划 要考生白发挥 中心想起考生走出教室 国中教育会考第一天 主科古文不少学生反应 虽然文言文不多 但题目也不好写 这次文言文偏少 要看好几篇才会懂 太难了看不懂 它除了就是你要读懂文本之外 你还能够从文本里面 从文本的知识去运用到 下面的这些答题的部分 另外数学今年融入情境试题 考验学生对数学的应用能力 分析这个具体行径 它会运用到哪些数学知识和概念 然后拧定一个合适的策略 这样子题目设计 其实可以检验学生 他的阅读理解 社会科选举入题 考生认为今年是题有备就得分 大致上写起来还算顺手 至于今年的写作测验题目是 亲银共居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政府推动青年与银法族长者 共同居住的计划 不少考生都说好发挥 尤其三代同堂的学生 直接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 教育不同计会考第一天 违规最多的还是同学携带电子设备 及教科书等非应试用品入场 因为人提早翻开市题本遭扣分 接下来19号会考还有一天 但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 考生还得留意问差变化 记者正向于丁面与SNG小组 台北报道